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煮一个很开胃的家常菜 就是冻烏头 我们先来看材料 材料有 烏头鱼一条 柠檬一条 蒜头两粒 盐一茶匙 泰式辣酱一汤匙 材料就是这么多 最近天气天天都这么热 30多度 破了纪录 在这么热的日子 吃这个冻烏头 就最好不过了 好了 我先处理材料 好了 材料已经处理好了 首先 洗干条鱼 抹干水 然后用盐 抹匀 腌半个小时 今天我买这条鱼有打轮 我个人喜欢打轮 如果你不想打轮 你买的时候 就要跟师傅说 他就不会帮你打轮 而且我打轮 我用一茶匙的盐叶 如果你没有打轮 你用盐 就要多少少来叶它 今天我买了这个 是元朗的烏头鱼 它标榜肉质 肥美 甘香 没有泥味 我们选择的时候 眼睛蒸蒸 还有鱼鱼又闪闪亮 肉又实的的 那就为之新鲜了 好了 还有一个酱汁 我把蒜头切成蒜蓉 柠檬炸到汁 混合泰式辣酱 搅匀 就造成一个汁料 很多人吃到烏头 都用普宁豆酱 但我自己觉得普宁豆酱 太咸了 我自己就 调配了这个酱汁 我觉得 和烏头鱼都很搅 酸酸甜甜 少少辣 很开胃 现在 热水都已经准备好了 煮滚了些水 可以开始来蒸烏头鱼了 今天这条烏头鱼大概十两重 我们将它 水滚之后 放进去 蒸十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盖着盖子蒸十分钟 好了 条鱼已经蒸了十分钟 已经蒸好了 见到鱼眼都凸出来了 即是蒸熟了 可以关火了 我把它放冷了一会儿 放入冰箱冷冰一两个小时 就更加好吃了 大家不妨试一下这个菜 冰烏头 不妨试一下这个菜 好看 好看 感谢观看